科技产品推陈出新 大多数的人每两年就会换一台手机 旧手机如何处理呢 近几年电子垃圾数量有上升的趋势 同本地三家主要的电信公司合作的回收厂 去年总共收到的电子垃圾就多达2万吨 其实手机或是电脑即使坏了 里头的资料还是有办法取出来的 所以丢弃前最好清除里头所有的资料 记者徐永森就带你了解 在丢弃电子产品时 如何不把个人隐私也送出去 手机 笔记型电脑 这家电子垃圾回收厂 收到这些电信产品后 就会进行拆卸和分类 电子产品含有金 铜 铝等贵金属 以及塑料进行正确回收 可抽取出这些原材料再循环利用 很多公众就是把一般的费用 也丢在这个收集箱里面 那这样的话到了我们这个工厂 我们还要经过一个清洗清理的一个步骤 如果这些物料受到污染的话 它的存度会降低 那降低的话的回收率就降低 硬盘送到回收厂后 会先通过软件删除资料 公司之后还会在硬盘上面钻动 确保资料无法复原 再让员工进行拆除和进一步的分类 将电信产品丢弃前应该删除当中的资料 以防隐私外泄 即使手机无法启动 也能在记忆体硬件钻几个洞 电脑如果你的硬盘还可以用的话 你通常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做一个所谓的 就把那个资料全部重写一次 设回零 这样如果你要做得好一点的话 有一些软件你可以下载 它可以在硬盘上重复地写 三次到七次左右 这样那个几率 让你可以回收到那些资料的几率 就接近零了 公司表示收到的电子垃圾 近几年来每年平均上升3%到5% 去年就多达1万3千吨 而大部分来自海内外企业 公司也支持本地的一些回收计划 电信公司星河在全岛470个回收处 所收集到的通讯电信产品 都会送到这里处理 星河透露 公司回收量也逐年增加 去年突破126吨 同比多出36.7%